这场上面呢 你能不能够地道地去表达出 你想要说的你想要想的 甚至说呢 就以我们翻译意义来讲的话呢 有没有直接应对的一个词 其实是没有 中文其实要怎么样直接翻过去英文 有很多时候不是不是很能够应对的 直接应对的来去跟大家就是能够翻过去 您刚刚讲的商务翻译 商务翻译呢 怎么样去能够呢 好好的把这个允诺承诺 愿意不愿意 魔力两可 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翻出来 怎么样去保持专业度 我们正常我们中国人很爱讲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请问一下怎么翻译 这个词真的真的 我想要问大家 大家都应该都会讲应该 你看我现在也要 应该都会讲英文 应该都知道 我要问大家应该是的 你会怎么翻译 我们干脆就设定了 你昨天晚上应该是在八点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八点吃饭 那个时候 那你可能你的回答是应该是的 我在讲应该是的 怎么怎么翻 should be right should be right yeah i think so should be ok should be 然后你又讲了一个 i think so 你这个i think so 其实是在讲说 i think so the should be should be the interpretation ok 你看我刚刚已经把你三句 把你这三句话全都串起来了 i think so because i believe well you know i think that should be should be the interpretation right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您的回答是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我应该要behave 我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是的 这个时候应该是的 又怎么翻译 supposed to ok great 好 来 我们现在来跟你讲 第一个 你刚刚讲的是 should be 英文 其实呢 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个应该是的时候呢 应该是 应该是说 i suppose to 我认为应该是在八点吃饭 i suppose supposed to i believe so 那呢 第二个应该是呢 我应该是不应该 我不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我应该是要再怎么样怎么样做什么事情 i believe so right 我应该或者是 i should have right 没有在那个i should be的这种事情 安逸的时候呢 其实 或者说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呢 常常会被这个应该 因为应该英文翻 英文我们现在对过去的词是should 对不对 那should的话 后面当然一定就加一个b嘛 那i should be 什么叫i should should be 没有那个should be 这种事情 好吧 只有 i should have 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事 i suppose i believe 你这个 所以 我应该是怎么样 翻过去的词是 i suppose i believe 你知道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如果奇兵老师要说的话 中文跟英文是没有直接对应的一个翻 所以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词 去确切地去把它翻出来 那这个就很重要 那么 我还是用的 和我认为 这个侠借 的 这就很重要